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八环边界 就是把外城的八种现象还回去之后还剩下什么 今天是12月26号2021年 能言经第十五讲词 经文是在卷二的八十九页 那么上一堂课 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见性是没有差的 就是没有差别 外面的东西它有大有小有长有短 但是我们的见性它是没有变的 因为它是不动的 那么接下来 佛就告诉我们说 见性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这里见性指的就是我们的心 如果说这个见性是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欧难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见性呢 那如果我的见性现在不在的话 你能够看到它跑到哪里去了吗 欧难就说 看不到 所以既然看不到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东西 还有这个见性 它是周边的 因为在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四天王的宫殿 那么回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奇兰菩萨的道场 所以远的近的 我们的见性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它没有说看远的见性就拉长 或者看近的 我们的见性就缩小 它没有 因为它是周边的 那么接下来 佛就告诉我们 这个见性 它是无形的 它是没有形状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的 就像这个虚空一样 所以佛这里就拿虚空来做一个比喻 这个虚空 比如说我们在虚空上面 放一个方形的器具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方形的空 那这个方形的空 它是固定的 还是不是固定的 那如果它不是固定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看到这个方形的空 那如果它是固定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 在这个方形的空里面 放一个圆形的空 如果它是固定的 我们应该看不到这个圆形的空 所以这个虚空 它的空是没有固定的 就像我们的见性一样 它能够随着外层 它能够看到方 看到圆 但是它本身是不变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所以我们如果把所有的这八种外层的现象 都缘回去的话 明 暗 通 塞 雍就是塞的意思 还有外缘 亡空 沙尘 还有清明 这八种现象 都缘回去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的信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八环变见就讲完了 谢谢